随着这两年苹果在电脑芯片上的发力 越来越多的朋友从Windows阵营转向了Mac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Mac上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些软件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当我们在Mac上对文本进行操作的时候 往往需要选中后点击鼠标右键 PopClip这个软件可以模拟我们在iPhone上的体验 在选中文本后 PopClip会自动跳出一个悬浮栏 可以快速搜索 复制 查词等等 另外你还可以安装很多自定义的扩展功能 例如超级好用的文本翻译 淘宝搜索相关商品 Spotify搜索歌曲 它可以帮助你快速提升Mac的使用效率 我的第二个推荐是OneSwitch 同样是可以提高效率的软件 安装后它常驻于顶部工具栏 相当于一个第三方的控制中心 而它的很多功能都是系统本身无法一键操作的 我最常用的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隐藏桌面 当我需要在视频会议中分享屏幕时 它可以帮助我很好的保护个人隐私 第二个是屏幕清洁 开启之后屏幕会变黑 方便你观察哪块比较脏 需要擦拭 同时也会把键盘锁定 防止你在擦键盘的时候无操作 接下来是Doni 一个简洁好用的视频下载软件 只需要复制粘贴你想下载的视频网页链接即可 它支持很多视频平台的高分辨率下载 并且同时下载视频字幕 也可以将视频直接转成MP4格式 更方便后续的播放或剪辑 视频播放器我用过很多 最后还是选择了Infuse 高码率的蓝光圆盘电影 用Infuse解码是很好的选择 对于HDR的片源支持也很棒 即使是生肉电影 Infuse也可以协助你搜索并加载字幕文件 而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跨平台播放 在iPhone、iPad或者Apple TV上 共享你硬盘或者云盘里的电影资源 Fleeclo是一个很经典的屏幕保护程序 在官网上它的Mac安装文件是免费的 翻页时钟的设计让Mac在不使用时 也可以相当优雅 说完了小而美 接下来就是生产力 如果你喜欢沉浸式的码字 那么熊掌技是很好的选择 精致简洁的界面设计 配合好看的字符和排版是它的特点 有多种色彩的主题 颜色抓得都很高级 不会让整个界面变得花里胡哨 当然笔记软件该有的全平台同步 共享为PDF等功能它也都有 只不过一切都以一个更优雅的方式存在着 视频剪辑软件我推荐剪映专业版 Final Cut Pro很强大 但其实免费的剪映就已经满足了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当你在网络上焦头烂额的寻找炫酷的转场和背景音乐的时候 剪映已经把这些功能内置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 识别字幕的功能也相当好用 即使偶尔出现英文单词 也能有较高的准确度 如果你只是偶尔需要处理视频 或者对剪视频出有兴趣的话 那么别在乎所谓的剪辑软件鄙视链 剪映一定是你的首选 解压缩软件是Mac装机必备的 我选择的是MacZip 因为它是官方宣称永久免费开源无广告的 比起某些动辄大起时上百的压缩软件 MacZip可以说是相当良心了 而它解压缩和加解密的四个基础功能也足够我使用了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Mac软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有没有你心仪的那一款呢 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优雅的使用自己的Mac 那么在这里也要祝各位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